双核医院 双核医院周边一百万人 因为有双核医院这十年来的照顾 每天每月每年已经十年 我们知道高楼平地期 双核医院不但是高楼平地期 而且是宜山盖医院 其实没有前人的努力 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 今天第三期工程就要动工 这又是新的开始 那我觉得我和双核医院真的有不解之言 当年第一期基地要开始宜山的时候 动工典礼就是我主持的 现在第三期动土 我又在当行政院长 我专门来为双核医院了就对了 那现在双核医院动土来 而且内容不一样 因为这个VGD跟AGD不是连在一起 VGD这里本来也有一座小山 那时候也一体把它清掉 但中间隔着这条路 所以我们特别要求 一定要有空中走廊 这个也是各级民意代表要求支持 所以未来台北大学 这三个大楼完成 我相信会更提高水准 卫物部一定会好好监督支持 我们新北市政府在整个工程执照过程中 也做了很多的协助跟努力 那这整个都是在照顾人民 人民只有期待政府帮他做事 人民只是生病需要有人照顾 尤其未来人口最密集的双核 党者很多 最需要长照 也希望台北大学 微化运作的过程中 都给双核地区的民众 尤其需要照顾的 市民同胞跟长者 都给他们来照顾 双核医院 因为有台北大学 有尊所承诺 做的有水准 而且也给台北大学 因为有双核医院 所以更有实力 我们一起努力 让医院更顺利 让地方更好 让国家更进步 让民众更健康 谢谢大家